好来看到花莲市的萨古尔部落丰年纪 19号在国府国小盛大举行 那么萨吉拉雅族人以歌舞欢庆丰收 那么市长魏家燕也到场跟族人们共享盛举 并且带来部落聚会所预计 将在年底落成启用的好消息 花莲市萨古尔部落丰年纪 19号在国府国小盛大举行 随着领唱嘹亮的歌声 部落族人们带来一连串的舞蹈 市长魏家燕现议员魏家贤 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政伟 及代表小明龙等贵宾 也一同到场与族人们共享盛举 分享洋溢欢庆的热闹氛围 花莲市的丰年纪 其实已经到了尾声了 那刚刚也跟我们的头目说 那我们萨古尔这边的部落聚会所 已经达到了80% 那也希望说年底可以办理一个启用典礼 跟我们收叠记一起办理启用典礼 我们这次看了非常多的 我们旅外的一些族人们 一些孩子们都有回来参加部落丰年纪 那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未来 花莲市公所这边会非常重视 我们的圆明的一个文化 也希望说能够传承 不管是部落的语言 或是教育 或是一些传统的一些部落的文化 我们都希望能够持续的生根 加利晚事件的发生 导致塞奇莱雅族人被迫隐姓埋名 躲藏在阿美族部落 流亡长达遗世纪之久 导致语言、音乐、祭典、社会制度等流失甚多 近年来部落积极进行文化附赠运动 期盼能让祖先的智慧永世长存 而丰年祭典中 部落族人也借由火的燃烧 向受难祖先的灵魂致意 除了希望庇佑后代子孙之外 也分享部落丰收的喜悦 记者徐立青 华联士报导